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叶凡 澳大利亚要求中国大使就经济威胁的言论做出解释 澳大利亚上个星期呼吁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和扩散进行独立调查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陈敬业威胁说 中国人会抵制澳大利亚的产品 旅游和留学 那国际社会能不能成功的展开独立调查 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会不会进一步的紧张 如果中国真的抵制澳大利亚的贸易 要恢复出什么样的代价 今天我们请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博士来做分析和点评 冯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那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说 要在五月份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年度大会上 要提议这个国际社会来支持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和扩散进行独立调查 那澳大利亚的建议是否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贊成呢 我认为这是非常核心合理的建议 它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这么重大的意识国际性卫生事件 公共卫生事件 波及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三百来万人染病 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二十亿万 但带来的经济社会其他方面的损失更加不合估量 所以这个国际社会有充分的理由去了解真相 其实是两个真相 一个是病毒的起源 另外一个是疫情爆发和传播的真相 它如何爆发如何失控的 这样的一个应该讲了解真相是内在于人性 人与人要继续追求真相的机型 那不可阻挡 这是符合这个澳大利亚 也是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的 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27号的记者会上 他说中国首先报告了疫情 并不等于疫情就是从中国起源的 那按照常理说现在起源的这个源头 大家还是不是那么的明白 那中国自己是不是也应该想了解 到底是哪里起源的 如果真的是实验室的事故的话 那也可以做好以后的亡羊补牢工作 那还中国如果不是在中国起源的话 也是还中国一个清白 那中国现在这个杰利的拒绝调查 他是在担心什么 我刚才讲过是两个真相 一个是这个病毒的起源 相对说来比较复杂 在国内的宣传里头 满山遍野的是 对病毒起源有过一个很流行的说法 是说美国军人在去年这个军演会的时候 把他带进去的 而且中国的很大部分的国民都散现这样的一个阴谋论 包括我的很多同学朋友同事 去大学的教授博士们一大堆 这蛮恐怖的一个阴谋论 这也是引起美国反击的理由 因为当他们知道有这么个阴谋论在中国流行 但是现在其实国际各社会和澳大利亚 现在提出来的调查 重点不在这个病毒的起源 而是在这个疫情 在武汉爆发 它就是涉及到中共最初 中共当局最初隐瞒疫情 很长时间 然后去打压这个吹哨人 然后就让这个疫情失控 中国本身有法律 国际上也有国际卫生条例 就是政府当局是有义务 即时的攻势 这样的传染病的疫情 而且采取有效措施 来去反控它 避免它传播开来 而中国从现在 available的信息 是没有做到这一点 而且现在 有什么大的祸 冤有头再有主 就是总会应该有人来承担责任 而现在两三个月来 中国和世界上公布的信息很多 其实最大的两个亲疑对象 一个是自身一直在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这个中国疫情防控的中共党魁 习近平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中国的政治制度 就是它的保密制度 它的保密法 把这个数据呀 疫情都当成秘密来 来保守起来 不给任何人公事 另外的是 包括它的这个 新闻控制 就是言论控制 隐密的控制信息 打压这个言论自由 这样的一些制度 那还有这个制度性的造假 各种各样的 这些就是 有制度上的根源 所以当这个 怀疑对象 变成这个两个对象的时候 你会想象 中国政府 他对这样的问题 非常敏感 他不想让国际社会 来真正的去了解 这些真相 所以你会去理解 耿壮还有其他外交官们 他们为什么反应那么强烈 那你前面提到 就是在中国流传的 这样的一个阴谋论 那也可能是通过 独立调查以后 这个阴谋论就会破灭 是的 因为现在我讲过 因为你要看到 他的整个事情的来龙心脉 中国的在武汉 最初去收治 就是现在已经知道 是叫做新冠病毒肺炎 他是12月初 12月1号 12月9号 他已经收治了 几个病例 然后到一直到 1月20号 才向社会攻势 疫情 也是到那时候 才真正采取防疫措施 疫情如果是 中国 按照自己 中国的法律 或者按照国际的法律 把攻势这些疫情 或者才及时采取措施 他是有能力把这个疫情控制住的 不让他失控 不让他蔓延到全中国 蔓延到全世界 所以这样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 所以他担心把这些内心都暴露出来 对中国很不利 对中国的领导人很不累 那冯博士 这个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 陈敬业 他在介绍澳大利亚金融评论采访的时候 他说 中国的老百姓可能会不喝澳大利亚的酒 不买澳大利亚的牛肉 甚至会抵制到澳大利亚来旅游 或者留学 你怎么看这种经济讹诈的言论 中国有没有能力真的来抵制澳大利亚贸易呢 陈大使这种言论 它是体现中国近年来的战狼外交 它是真的是令人生目结舌 他本身整个言论 真的有失国格 有失国家形象 他用这种非常蛮横的经济讹诈手段 特别是把中国民众 中国老百姓榜上战舌 把中国老百姓当成外交工具 说不来澳大利亚旅游 不来澳大利亚留学 这样的一些方式 其实引起世人非常大的反感 如果具体讲 他中国现在用这个经济方式 或者经济而诈 说近几年来 已经用过很多回 比如抵制韩货 抵制入货 抵制这个瑞典的三文鱼 很多方式他做过 这东西呢 它是已经在世界上 已经是名声朗吉 就这种做法 具体的澳大利亚而言 他的在贸易上 可能中国的外交官们 高估了澳大利亚 对中国的依赖性 就是澳大利亚 它本身 如果说双边贸易而言 表面看来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依赖性很强 因为26%到30%左右的 这个出口 都出口到中国 占它这个 差不多三分之一的 这个外贸比例 但是你看它的三分结构 就是澳大利亚出口 到中国的铁矿 煤矿 天然系等 这些原料 是中国的刚需 中国离不开的 这么家人物美的原料 它在别的地方拿不到的 它如果澳大利亚不卖给它 那中国很多散业会失火 而这个 陈大使提到的另外一些商品 比如说澳大利亚的牛肉 澳大利亚的红酒 它很容易就会找到替代市场 它并不是非得卖给中国 所以这个 中国并不占优势 所以它这种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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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晓得 它的底细 从哪里来 特别是 目前 主要的 国际 发达国家 都在走上了 跟中国脱钩的路 中国本身的压力非常大 我不晓得他们这样的做法 对中国有什么好处 另外有一点就是中国的官媒 也加入了这场战争 中国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 在微博上 PO了一段文字 引起了蛮大的反响 他说澳大利亚像是 黏在中国鞋底上的口香糖 要找一块石头把它蹭掉 他还喊话说 中国人和澳大利亚做生意的时候 送孩子去那里读书 都需要有更多的风险意识 那经历了这样一段 新冠疫情的洗礼之后 中国老百姓对官媒的喊话 是不是还有那么大的响应力 你举这个例很有代表性 其实是胡锡进是你的同行 在媒体界 其实胡锡进已经是 臭名昭著 在国际舞台上 所以变成一个笑料 他的话不一定可以去 那么重视他那么当真 因为他是喜欢那种风格 他当然有一些在 我们叫小粉红里头 有一些勇顿 但是国际上并不很重视他的言论 有时候是把他的言论 引出来做一个笑料 你提到这个引述一点的 就是中国的官媒 对民众的影响力 其实是越来越弱 因为现在翻墙的人越来越多 他们的信息来源越来越多 不完全是依赖官媒 去获得信息 他们的分析能力也越强 所以这个 所以某种意义上失控 包括小粉红本身 现在也分化得很厉害 对胡锡进这些人 他们的刑警并不是很好的 那非常感谢这个 冯崇毅博士 您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您对阿里亚和中国 这个关系的走向 有什么看法 我还是期望 两个国家 这个静默往来 会继续维持下去 其实这些年 在政治上 两国有很多分歧 也有很多争吵 但是这个贸易本身 从来没有下降 一直在往上走 也就讲这个 有些是一个刚性的需求 问题是在于 两国怎么管理这个价值观 和制度方面的 冲突 比如讲 现在这次提到的 这个澳大利亚政府 提出来 成立国际调查团 去调查这个疫情 爆发的真相 或者病毒真相 在澳大利亚这边 是最正常不过的事 以这边是 很小很小的事 它都会组织 独立调查团 大一点的是 叫Loyal Commission 他们是维护 这个法律的尊严 维护这个公益 它认为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 包括中国在内 你要是 自政心白 要管理心白 那你就是成了一个 中立的 独立的调查机构 来去把真相展现出来 如果你没做错任何事 那你就是去争取 把你的这个真相 讲给这些 充分的去跟调查团 调查小组合作 来去弄明白真相 所以这个事是 非常平常的事 可是因为中国的制度 它是一个共产党 它本身是搞地下斗争过来 它现在长存70年了 它还是神经兮兮的 对任何事情都保密 包括疫情 包括各种数据 它做了很多假的动作 包括这个制度性的造假 所以它跟这个国际管理 国际制度 还是有很大的冲突 或很大差别 它需要去 怎么去管理 这样的一个不同 然后去 怎么去走到 同一个步骤里头去 就是在 你如果想想而行的话 它这个制度和价值观上 它必须有一些沟通 要不它这个是很难 很难办的事 非常感谢悉尼科技大学的 冯崇毅博士 为我们做的点评和分析 来宾发表的是 个人意见 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 我是叶凡 下次节目再会 感谢观看